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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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廚房 不管你要點什麼菜 我通通都可以做得出來 生坡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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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品模型的起源 我們大家應該都會知道說 它是從日本開始的 最早追溯到1917年 至今已经超过100年了 它是有一间岛金制作所 他们第一次做出用蜡去做食品模型 他们是用在 食物的营养教学方面 一直到了1932年 有一个叫做延祁龙山 Iwasaki先生 他就用蜡去做了食品模型 专门给餐厅用的 那个就是蛋包饭 他们日本的国民美食蛋包饭 后来陆陆续续 他才用了素质去取代蜡的这个材质 因为蜡本身他会 会军裂 然后颜色也不好上 因为本身就念平面设计毕业的 对啊而且 我自认为我做的也不错啦 就台中商专的同学 北部人因为他女朋友在高雄 这个展我如果一个人在高雄不会去看 是很感谢他 为了他要省下他的午餐费用 然后就拉着我说 那为什么去试吃一圈 去参了食品展之后误打误撞 投入这一行 然后我就跟着三根师傅 主要的客户就是那些日系百货的美食街 看到很多餐厅外面满满的都是模型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那他们进来台湾之后呢 却找不到厂商来做这个食品模型 他们就问了台湾根本没有这个行业 才引进这一组人在台北 可以成立食品模型公司 承接全台的食品模型的业务 我们上班需要沟通就是翻字典 但是他一开始还是把你当做是打杂的 就是帮他修修修俭俭 一年多之后 他们有一次接到那个百货公司美食街 要做那个鹅仔煎 因为 三根师傅他就是没有吃过 也没有 也没有看过 所以他做起来那个酱呢 我记得那时候被退了大概三次到四次 然后我就自告奋勇跟他说 那个我来我来我试试看你 去挑出那种 那种粉橘色弄下去 我就觉得这才是 真的这样才是这样才对啊 去交货 就顺利过关了 三根才认可说 好像可以 我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的 这很震惊的跟我讲说 卡古桑你真的是台湾第一人 台湾第一个做食品模型的这个人 他就觉得 好骄傲我好像真的是走到一条对的路一样 快千禧年的时候 然后他们日本人呢 包含台商日商很多那种工厂 都会想要 移到大陆去 三根师傅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 我就跟他们说 那就我就回回家好了 我就回来高雄了 我也去 找个广告公司 尖尖职 做一些平面设计方面的 当然心里面还是 不甘心 这中间有一些 一些空窗期 然后经过朋友的介绍呢 我们去 去中国大陆去上海 然后去找到了一个 日本国宝级的食品模型大师 叫做严谨仁先生 那我们去拜访很久 他也才同意说 我们去参观 然后愿意 再把他的技术 等于是帮我再复习一下 这个食品模型 要怎么再来制作的一些 妹妹咖咖 再让我重新 回溫一下 然后我才能够回来高雄 创立我的食品模型公司 草创初期呢 就我们夫妻俩而已 开始先从我们 所以周遭的夜市 我们从夜市去摆摊的那个摊位来找起 就跟他说老板 我可以帮你做模型 小摊子而已 要花那么多钱做模型要做什么 那你如果不相信我没关系 你 先给我一个 我采样回去 我先试作出来 让你看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那没有关系 我认了 我也不会把不好的东西卖给你 去那老板就很开心 哇就很漂亮啊 很像啊 然后放上去之后就 也解决了那些 蒼蠅啊 飞来飞去 放了模型之后 飘飘亮亮 再用压克力罩造起来 整个摊子就 质感整个就提升了 后来 群起效应 旁边的摊 就来陆陆续续 瑞峰夜市 就有很多我们的客户 业界啦还有我的朋友他们就 叫我说我整个是为世界上菜的一个 视觉的冲泡塞 因为不管是 台式中式欧式法式 还是小吃日本料理 我通通都做过了 难度比较高的像是雪花冰 要 一片一片 絲状很薄很轻 轻盈感的感觉 而且他们现在雪花冰都会淋很多的酱 还有那些水果类 当然这方面我们也 费了很大的一般的功夫去克服 最后才呈现那个芒果冰 然后后来聚业者表示呢 那个芒果冰 还唱了国宴 到了中通埔里面去 给外宾来看 比较有趣的还有做 像蛋炒饭的项链 有一年的金钟奖的开场的典礼 一个歌手在唱歌 就坐他身上在穿的道具 我们之前帮一个水产公司做过黑鱼的中断副 我们要他提供那个中断副来开模 他说我这段中断副就好几万 但是他为了要日后去海外参展 去到处参展 他必须痛这么一次 牺牲掉这一块 然后做成一个假的模型 所以 磁饼模型的 价格就取决于你 怎么去认知它 怎么去使用它 常常会有客人在问我们说 我们做的模型 会不会退色 然后看你怎么展示的 环境和时间 不可能会有东西不退色 那退色怎么办 我说退色的就是回娘家 我们会免费帮你补色做修正 我本身也是 在家里面放假在家 就很爱自己动手做 做一些料理 做一些菜色 自己做自己吃 那每次做完呢 都会有一个 像是职业并 把它摆得漂漂亮亮的 那个虾子 该是这样的角度 然后面条一定要露出来一点点 菜啦 葱花在中间 在摆的时候老婆就会说 等你摆完的时候都凉掉了 就没吃一吃就好了 摆那么漂亮干嘛 那我就觉得 看了赏心悦目再来吃 不是很美味吗 对 就像模型一样 现在发展出很多 一些比较艺术方面的 一个展品 一个艺术品来呈现来制作 海啸炒饭 它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了 因为真实炒饭并不会这样 这样的一个模型 他已经把食物 和那个情境 变成一副艺术品 我常常跟我们公司的师傅在讲 我们如果做出来的食品模型呢 骗不了自己的话 就不要拿出去骗别人 食品模型 要做到好 有时候要比 真食品还要更逼真 更诱人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产品的 瞬间的那个美味 和那个动态 我们把它做个凝结 那而且是永久的展示 永久的呈现 没有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